我个人 我就是会放一个这样的随身的包包 所以如果你只要在机场看到我 你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很像要校外教学的人 这个还不错吧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有种时尚感 在之前那个出国的旅行的经验里面 我最怕遇到的就是需要给你脱鞋子的 需要脱鞋子检查的海关 因为那个真的很麻烦 在机场过海关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 大家在那边排一排 嗨 大家好 我是玄头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出国的行李都怎么带 以及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 我都怎么样背包包 那认识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一个行李非常少的人 当然我不是天生行李就带这么少 我是经过了这几年的旅行的经验之后 东西才越带越少的 因为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当中 慢慢领悟到 其实你东西带的越多 你只是给自己徒增麻烦而已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 只带真的必要的东西 在身上而已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出国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没错我就是只带了这个粉红色的行李箱出国 它其实今天也在场 我给大家 给让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 这个 这个24寸的行李箱 我当初就是带着这个出国的 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tips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出国的行李啊 带的越少越好 你带前三天会用到的东西就好 除了那些国外很难取得的 台湾的好用的卫生棉 然后好吃的泡面 或者是隐形眼镜 备用的眼镜等等之类的 尽量带你抵达目的地之后的三天之内 会用到的东西就好 打个比方好了 嗯 你不可能 一下飞机就要穿靴子吧 我不是义 就是出国留学 或是打工度假 出国交换等等 需要在国外长期生活那种 不是纯粹旅行的那个行李的角度 来看带行李这件事情 通常会以布鞋好走为主吧 所以像我就不会带那种有高跟的靴子啊 虽然 虽然可能会觉得穿起来比较好看 但在国外不是一个很必要的装扮 我就不会带 所以当时我出国的时候 我鞋子就只带三双 就是拖鞋 休闲鞋跟球鞋 就这样 那像靴子什么的 就是都等到到国外之后再买 那像衣服也是 带个三五套就差不多够了 内裤内衣带多一点 因为内裤内衣是每天都要换的 那你裤子一两天不洗 不会怎么样吧 所以我就是以这样子的方法 来节省自己心理的空间的 那你就也不会带非常重 拖来拖去的很累 好 那讲完行李的部分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机场时尚 我通常都是 首先我第一个一定是会背一个随身的测背包 再来呢就是一个后背包 那先讲测背包好了 测背包非常重要 就是可以把你所有随身 西袋重要物品都放进去 例如说机票 护照 钱包 手机 过海关的时候会一直要 你出示证件嘛 像是护照机票 都要一直拿出来 所以你不可能背在后背包 你一定是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随身西袋的小包 这样才方便 拿起来 而且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一定要随身带着 就是一有人接近 或是有趴手什么的 你才可以马上反应 很有警觉心这样子 所以呢 我出国你就会看到我 就是会呈现一个 这样子 很像校外教学的打扮 那我一定会先背后背包 再带 再背这个测背包 是因为 你移到飞机上坐下来之后 你是会这样顺势拿下来的 我有一次 就是 我先背了这个 然后我再 背后背包 我一到飞机上坐 我会坐下来之后 我就这样脱 我是很卡在腋下这边 不行不行 一定要先背后背包 这个随身装的包包 是最后再上的 对有一次我就这样 就是卡在那个 飞机场那边 所以我通常是会先背后背包啦 而且我现在穿这样是还好哦 就是我没有穿外套 在 加拿大那时候 都是穿很多件 因为很冷嘛 所以我可能穿了一件夹克 然后又背心 又大外套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 就是每次过海关的时候 压力都很大 很紧张 因为有很多件衣服要脱 有时候还会要你脱鞋子的 我有遇过几次要脱鞋的 很忙 就是你衣服脱完 然后脱包包 鞋子 走过那个门之后 你还要很紧张的再把它 就是倒着顺序再穿回来 外套先穿上 鞋子穿上 然后包包再背起来 这样子 每次都很紧张啊 就很怕就是会堵到后面的人 那后面的人就 就会一直来嘛 所以就会动作到很快这样子 然后像我通常是不戴 我通常不戴那个登机箱的 因为我觉得登机箱很 麻烦 就是 你没办法跑起来 对 我不喜欢在行李箱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真的跑起来 我觉得要可以跑起来非常重要 就是要有那个机动性在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包款啦 它这个品牌叫做Gaston Luga 它是一个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品牌 那我选的这个包包呢 它是可以放得下13到15寸的笔垫 它里面有两个夹层 13到15寸的笔垫放得下 那这非常符合我出国 带后背包的标准哦 因为我一定会带笔垫 还有充电器什么的 这都装里面 而且里面容量蛮大的 里面容量这么大的话 就可以装一些我心理箱里面装不下的东西 然后它 背后的这个一个隐藏内带的设计啊 也可以装重要的 比如说钥匙 或是一个证件 就是这个内带还还蛮深的 我的一个手掌的深度 然后它的包包呢总共有四个颜色 我选的是一个墨绿跟黑色的搭配 我觉得这个包包真的可以 是我之后作为我出国的后背包耶 只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比较软 它没办法站立起来 它的包包是比较软的 但像这边皮啊 质感都很好 然后它这边有四个长度 你可以扣你想要的长度的位置 如果你也对它们这个包包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可以上它的官网选购 我这边呢 有提供给大家的一个85折折扣码 可以获得85折的优惠 是Lucy85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官网看 好那最后呢 有一个抽奖 就是我特别跟厂商他们 要了两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就是行李吊牌 虽然近期还不能出国玩 行李箱可能用不太到 但是就是先抽这个行李吊牌送给大家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哦 它其实要价不费 你们好奇的话可以上官网看它的价格 那想要抽到这个 行李吊牌的话 请在YouTube下面留言 这样就有抽奖资格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这个行李吊牌哦 一个是黑色的 那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姓色的 我就会抽两名 我通常就是YouTube没什么留言的 所以抽中党的率应该很高 好你们赶快留言抽这个 然后我会寄给你们哦 我亲自寄 我自己寄给你们的 那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抽不到 你想要买的话 就欢迎上官网 然后可以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折扣码 去挑选你们喜欢的款式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出国行李包包的标配 介绍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 背着测背包后背包 像校会教学那样子的姿态在机场上誉 然后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行李带很少的出国 真的是无事一生情 不然行李托运也是 有真的很麻烦 无法跑起来 我很注重就是可以跑起来 包包一抓就跑了 比较方便啦 机动性十足 好那希望大家喜欢 我愿意 在这边 这儿猪子的 我是不小心 你是不是 osa 我愿意 那我愿意 我愿意 我们不想尽 要去 我们不想尽 我愿意 我们不想尽 感谢观看